照见五蕴皆空 首先观想自己 照空自己 要从心里排除恶业 我的心在过去生 过去世 现在全部都照空了 已经没有孽障在这个人间 这就是李颤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里 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五蕴皆空是要从心里完全挖空 从心里战胜自身的恶魔 师父还说 从心里战胜自身的孽障 这是多么高尚的忏悔法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隆天护法菩萨 感师父卢台长 我从小认知 我从小认知开始 晚上睡觉 经常梦见家里有灵性 鬼压床的情况 醒来后 梦境依然很清晰 有时候同一梦境 还会重复出现 以前没有接触佛法 什么都不懂 只会害怕 面对困难 有时还找通灵人 人生总感觉一切不如意 过着无法自控的生活 寻求不到帮助 今世作孽深重 直到后来 2016年8月 机缘成熟 进入了心灵法门 感师兄慈悲度化 进入心灵法门初时 同时经历人生369关节 加上前世今世作孽 生活重重困难 感觉业障爆发 即使如此 我却没有以前那么彷徨 因为我学佛了 我知道有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帮助我消夜 我不仅不再害怕 而且还会运用 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处理了很多灵验的事情 感官世音菩萨帮助我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我向大家分享 学佛六年多以来 我运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有很多灵验的事情 有很多法喜的感受 分享1 2016年8月 刚进入心灵法门 学佛念经 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一个人 在一辆列车上 列车里都是鲜花包围着 非常的光亮 非常的漂亮 心情非常的开心 非常美的一个梦境 充满着法喜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带我开始走进正道 分享2 通过三大法宝 帮助女儿摆脱 早恋感情的困惑 学习回到正道 通过三大法宝 女儿小生初 出生高 都如愿地被学校录取 现在只要有机会 也会跟女儿分享 自己的学佛经验感受 女儿也慢慢一点一点地 念一些经文 分享3 有一次开车回家 在跟随漫漫前行中 等待进入公寓时 看了一下手机 打开月康码 带给保安检查 很自然地 脚突然踩下刹车 停下来时 才知道被保安提醒 原来自己的车跟前面的车 只差两厘米就撞上去了 保安都说我 幸好及时刹车 我知道都是菩萨 一直在保佑着我 指引我 只要真修实修 菩萨真的是有求必应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达斯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要靠的不是别人 要靠的是自己呀 因为很多人就是有依赖性 去靠别人 最后连自己也失去了机会 有一个男人 因为一次意外的车祸 他失去了一个手臂 他很怕见人 他更怕别人的同情 让他的自尊心无法承受 有一次 他在肩上碰到了一位朋友 他慌忙地躲进一个小胡同 慌张中 撞到了一个小女孩的身上 并踩伤了小女孩的脚 踩到很重 以至这个女孩子的鞋子 都陷进去一块 他连忙说 对不起 那个小妹妹 你脚受伤了吗 小女孩说 没关系 我没有感觉痛 男人很奇怪地说 我踩得你这么重 你为什么不痛呢 女孩在他惊讶的目光中 非常沉稳地 拉起了裤管 指着腿说 我这是一条假腿 怎么会痛呢 女孩子继续说 我虽然少了一条腿 但我还活着 这就是我不幸中的万幸 我们要笑着 面对每一个人 珍惜每一天 我要把我的腿 给每一个人看 不是让他们觉得我不行 而是让他们知道 你们有多么的幸运 女孩子的话 非常有哲理 让这个男士 非常的吃惊 他羞愧地想了一下 突然觉得 失去手臂 没有比别人矮小 鼓起勇气 阳光照在了他的身上 他一直在往前走 一个人 虽然可以肉体受伤 但是精神不能受伤 一个学博人 可以在困难当中 学会坚强 人生无常 世事无常 无常 就是给我们的希望 当你饱受了 无常的痛苦之后 我们才会更加 珍惜人生 更懂得境界的提升 简单地讲 一个人只有吃苦了 才会知道 怎么样去摆脱痛苦啊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 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从礼上解脱了 心自然就解脱了 反之 如果心随静转 人就很痛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